哈囉我是丹丹 今天要來回答關於這個頻道的一些問題 那因為之前三個影片的事情 最有很多旅客會視訊我 那有些是給我鼓勵 然後有些人是給我建議 然後也有問我非常多的問題 那我今天就把重複性比較高的一些問題之後 想說直接拍影片一次回答 那在回答問題之前呢 我要來做一下正事 就我之前已經有在IG預告 就是我這個約會跟誠心出版社 就是合作又要做那個 資格系列航空書的團購 那時間目前盯在24號到28號 對所以只有5天的時間 那這次也是單本75折 然後兩本以上會66折 是不是超級好 那裡面除了就是我之前介紹過那些飛機的書 也有其他科普的書籍 如果你們有興趣也可以一起帶回去 然後這次一樣也會有這兩本書 超強的就是我之前有說 每次我訪問培訓記憶師他們的書會裡面 通常都會有這兩本書 現在我就要來趕快回答你們的問題 那第一個最近最常被問的就是 刪影片之後 我現在 跟身邊的朋友拍影片 有沒有跟他們簽合約 那答案是 當然沒有啊 他們沒有任何理由要跟我簽約啊 而且今天就算他們真的跟我簽約了 他只要擔心這個影片的內容 可能會影響到他的工作 我當然 立刻馬上絕對刪影片 這個有沒有簽合約真的沒有關係 當時是因為 對方要求我刪影片的理由 就是跟我的影片本身是完全沒有關係 而且我之前已經為他刪過影片了 所以我當然會喜歡為我的影片 就是多做一點爭取 就我不想要 這麼輕易就刪掉 所以那跟合約真的沒有關係 但我也跟我的朋友說 他們一定要放心這件事情 所以當然就是 不會也簽合理 或也不會簽合理 好那第二個 最常被問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的頻道沒有開營利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我本身還有工作 就其實這個頻道算是 我的興趣 如果我真的要靠這個頻道養我自己的話 我比較餓死了 大家 所以我也很謝謝你們提到 我有時候我上片的時間 會非常非常的奇怪 就我非常常半夜上片 那可能就是 我那天工作比較忙 比較晚開始剪片 然後我剪片完 就已經可能半夜12點 所以謝謝你們 也真的很對不起我的旅客 就是害你們一次都 做起被我打亂這樣 第二個我沒有開營利 最大最大的原因就是 想要做起場說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真的為了身邊十個機師 大概九個都會拒絕我 一直被拒絕 主要就是當時 還沒有人在做這個 這樣的形式 就是訪問航空業的人 然後大家也不知道 公司的反應會是什麼 我自己其實也很擔心 所以那時候我就一直想說 那我要怎麼樣說服他 後來我就想到 其實就是這個頻道 不要營利 不要開營利的話 他其實那個邏輯很像是 你今天跟你的朋友拍片 然後你放在你的臉書上 只是你是社公開 因為公司也不能會這樣 那要叫你把它變成私人 那我跟我朋友 只要不是聊公司的機密 也不是說公司的壞話 我覺得基本上公司 你有任何理由說 你不可以這樣做影片 以這樣的角度去率分那些 技師朋友就開始 慢慢有人會願意了 我說真的 我現在就算太營利 我覺得他們也是OK的 可是我還是 希望我這個頻道 可以邀到 就是不同階段的 隨便的人 所以我就決定 我就不開營利 這樣我比較容易可以說服他們 就是這完全真的就是 教育性質 他們的意願會上高一點 對啊 這就是為什麼我沒有開營利的原因 其實呢 我覺得啊 這兩個部分 我覺得我自己 算是就是 心情已經沒有什麼難過的感覺 算偶爾 就是想到會覺得很可惜 但是 已經就是還是很開心 現在在拍新的影片 現在剪片 其實這些 我都覺得其實是 滿順利的 還是謝謝你們的私訊還有鼓勵 如果你曾經寫過很長很長的 嗯 私訊給我 然後我沒有回你的話 一定真的就是 那個訊息被吃掉 不然就是 我瘋了 因為我真的 每次看到很長的訊息 我真的是很感動 而且我一定會回 那如果你問的剛剛 就是一些Google問的到問題 那我是真的不會啦 呵呵 請先Google 結論 我想說結論是什麼 結論是他半個小時 趕快去買書 你知道因為這個頻道沒有影片 所以我真的很謝謝 要澄清出來的時候 我真的很謝謝他們 就是又跟Face有關 然後又可以 要不用變成他做的影片 太感人了 但是我們剛剛去買書他們 我們就見囉 掰掰 不顧的筆琴發脾氣 You're captain speaking 不過你有雙手也有能力 就請你自己放心裡 空間閃電禮 緊急時刻才能救你一命 飛行前才出發起 飛行前才出發起 ATC也說可以 手機關機安全帶遊戲 我的雙手機 我的雲輪飛向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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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左頭登場還是青棋 不管你和我是雞還是雪碧 我們一起飛行 在三萬石膏空裡 分像一樣的空氣和風氣 不管你要去洛杉磯 還是雪梨 不管你要去探聲音 還是穿機 好多人的努力 飛機才能飛起 要重回趕機 才能有美好的旅行 You're captain speaking 1903年12月17 萊特兄弟的不放棄 動力飛行 讓我們靠近藍天和白雲 You're captain speaking 飛機的發明就是個奇蹟 他時時刻刻在提醒 相信自己 世上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別著急 看場電影 喝杯熱茶也可以 讓他給你最堅定的心 朝著夢想蠢速前進 不管你做過登場還是青棋 和時機還是雪碧 我們一起飛行 在三萬石膏空裡 那像一樣的空氣和風情 不管你要去洛杉磯 還是雪梨 不管你要去探聲音 還是轉機 好多人的努力 飛機才能飛起 要充滿感情 你要充滿感情 要充滿感情 要充滿感情 才能有美好的旅行 要充滿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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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十分鐘就要到目的地 當地氣溫時八度C 歐逢和日理 掌心祝福你 期待下次的相遇 拜拜 拜託